大家好,我是彩虹 重庆酸辣粉术有天下第一粉的美誉 即使吃完后满嘴四泡,满脸四豆豆也还想吃 其实在家做的时候只要注意几点 也可以做出比美皆边的味道 首先将150克红薯粉用凉水泡半小时 用凉水泡的粉条会更好吃 然后我们来调个碗汁 在碗中加入15克生抽 20克陈醋 3克花椒油 1勺白糖 4克辣椒油 适量味精 适量胡椒粉 再加入蒜蓉姜蓉 搅拌均匀备用 接着想要做出好吃的酸辣粉最关键的步骤来了 起锅倒入油 下入油末翻炒 炒至肉末别色后加入一勺辣椒酱 翻炒出红油后加入蒜末,葱花,姜末,继续翻炒 炒出香味后加入100毫升凉水 炖煮两分钟 煮至汤汁浓稠后盛出备用 重新起锅 水烧开后下入泡好的粉条 因为是已经泡好的,煮开两分钟就可以捞出 放入调好的料汁中 舀入三勺煮粉条的汤 然后一次加入两勺炒好的肉末酱 炸菜丁 香葱末和香菜末 还应该再加一些黄豆腾花生米 今天家里没有了就没有放 一碗酸辣爽口的酸辣粉就做好了 虽然和正宗的做法有些区别 但是味道却不比它们差 小伙伴们可以试一下 喜欢的朋友欢迎留言加关注 每天都会有不同的美食送给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让 Зап务ivi农心 请不吝点赞 让 ont发 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第三个月 真的偷拍烈